嗨!你有寫過英文作文嗎? 給不知道該怎麼下筆的你,其實英文作文一點都不難 只要遵守一些寫法,你也能寫出漂亮的英文作文喔!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標準的文章格式 一般來說,一個完整的英文作文分為五段 舉例以最容易理解的論手文來看 第一段是Introduction 整篇文章的主旨通常會在這一段做簡介 在Introduction中的第一句話,Topic Sentence 描述出主題,Subject,以及方向,Controlling Idea 和最後一句話做主題的論述,Thesis Statement 就能清楚表達你的觀點 接著中間的三個段落被稱為Supporting Paragraphs 在Supporting Paragraphs中,我們提出細節,Details,支持我們的論述 要特別注意的是 一個段落只能有一個核心概念 如果把所有的資訊都塞在同一個段落 可是犯了英文作文的大忌喔! 最後一段,第五段,Concluding Paragraphs中 我們會點出整篇文章的總結 這就完成了,是不是很簡單呢? 而縮小到每個段落中的句子的寫法也是一樣的 每一個小段落都是由Topic Sentence,Supporting Details,以及Concluding Sentence 組成 只要跟著這個寫法,你就能順利地寫下有條理的文章了 觀眾聽的,覺得還不夠嗎? 快來大講堂和我一起練習吧! I'm Tammy and I'll see you then! I'm Tammy and I'll see you then! I'm Tammy and I'll see you then!